第172集 皇帝同贤妃离去 朝臣们谁也没了继续饮酒的兴趣 恭送走了太后娘娘之后 朝臣们各自散去 三一群两一伙的说着方才皇帝赐婚的事 陛下明显是不满意燕国公世子的 可为何只是赶走了他呢 谁晓得陛下是怎么想的 我看呢燕国公世子后患无穷 也不禁然 圣心不可测呀 你们焉知陛下不是故意震怒啊 你们见过哪个惹怒陛下的人 还能好好的走出皇宫的 哎 说的也是 咱们那位陛下 甚不可测呢 齐王走出了皇宫 飞鱼搀扶着危罪的主子上了马车 将早就准备好的行酒汤递给了主子 您慢用 飞鱼晓得李明锐的心思 所以也晓得主子会因这桩喜事灌碎自己 行酒汤等物一早就准备妥当 飞鱼低垂着脑袋 不敢看齐王 怕见到齐王难过的样子 飞鱼 树下在 他们成亲时 你帮本王送一份大大的贺礼过去 本王就不去了 是 齐王靠着后背的软垫子 一手捧着行酒汤 一手盖住了双目 低沉地说道 其实不用行酒汤 本王想醉都醉不了 你在宫外看到他们了 是 飞鱼的脑袋快贴到胸脯上了 他喃喃说道 他们一起离开的 怎么走的 本王是说 他们怎么走的 同城一记离开 主子 齐王将汤婉放到了一边 同城一记 李明锐很意气风发 他能想到借助佛子 他配得上宁信 飞鱼诧异地问道 佛子 蓝山寺的佛子 这世上能请动佛子的人 只有两个 一是李明锐 二是宁信 本王都不行 难怪佛子会突然奉赵主公 佛子为了成全他们的因缘 倒是不予余力 齐王的语气里多了一分愤恨 佛子只怕是早就忘了出家人不打狂语 这段因果 本王要他看看 他们怎么解开 主子的意思 是佛子让陛下放弃了宁小姐 除了佛子之外 谁能劝得懂当今皇帝 不过若说放弃也不尽然 一旦他们顺风顺水地过下去 陛下会对宁信念念不忘的 陛下 只要他看得上 哪管是不是别人的妻子 太后即便给他新纳了好几位嫔妃 可陛下却不一定喜欢二八年华的纯真少女 皇上能宠爱贤妃这么多年 这不是明摆着吗 这皇帝的品位和一般的男人不大一样 离开皇宫没有多久 宁信下了马车 咱们单独走一走 李明锐一手牵着缰绳 犹豫了好久握住了宁信的手腕 我很高兴 我没想到 你会那么说 他宽大的衣服盖住了他们将握的手 你敢当着皇上的面求娶我 我为何不敢当众说嫁给你 宁信的笑容甜美极了 你敢 我就敢 所以我们才是天生的一对 李明锐握紧了宁信的手腕 你是我命中注定的妻子 月光拉长了他们彼此的影子 影子在地上越来越靠近 偶尔又传来几句私语声 你欠了妾色小和尚的人情 你打算怎么还 小和尚不会在意的 在兰山寺苦修念经 赎碎的佛子 妾色和尚 打了两个寒颤 李施主 你又念到贫僧了 佛子喝了一杯清水 裹了裹单薄的僧衣 继续碾动佛珠 跪在佛前忏悔 没错 因为李明锐的一封书信 他同皇帝说 宁信的命格同皇帝相冲 实在不适合进攻弑军 当今皇帝信奉禅宗 对佛子很是敬重 佛子都这么说了 他自然将此话存在了心中 江山美人 自然江山比较重要 皇帝将所有 对女人的执着任性 都用到了贤妃身上 他如今想着坐稳江山 坐稳皇位 不给齐王等人任何机会 在小教场的时候 皇帝就拿顶主意 要放弃宁心了 但他对李明锐求取宁心 还是很生气 哪怕禅宗 擅长命理的和尚 说李明锐是他保驾的忠臣 他将李明锐赶出了焦太殿 就是不想再见他得意 皇帝同贤妃 云雨散去后 贤妃见皇帝 面上玉色全无 他依在皇帝胸前 柔声问道 陛下就打算 陈权状元郎和宁心 陈妃瞧着他们之间 怕是早有了默契 李明锐得了宁三元的遗告 失诚于宁三元 皇帝的神色倦怠 方才同贤妃红浪翻滚 让他有些困倦 早有默契并不奇怪 没有宁家也没有如今的燕国公世子 李明锐 可是他 好了 皇帝的面上带出一丝不悦 他捏着贤妃的下颚 朕身边不是有爱妃吗 有了你 朕什么人都想不起 不识抬举的人 朕会稀罕啊 陛下 贤妃不敢再多说了 柔情蜜意的双手 在皇帝身上游走 贤妃妩媚撩人的一笑 臣妃离不得陛下 只求陛下莫忘了今日的话 朕忘不了 朕是没良心的人 爱妃 你该罚 皇上想要怎么罚臣妃 贤妃抬起了修长的腿 缠住了皇帝的腰 用自己的柔软触碰摩擦着她的肩硬 媚眼如思道 陛下 臣妃若说吃醋了 您会不会怪臣妃 皇帝的后脊柱涌起一阵阵的酥麻 将灼热顶进了贤妃的身体里 层层叠叠紧致的面除 让皇帝眷恨不已 皇帝拍了拍贤妃的臀部 朕晓得爱妃吃醋 爱妃比皇后聪明一点 贤妃没等皇帝挺进抽送 她主动地扭动着腰肢 狂野妩媚的脸庞甚是迷人 陛下是臣妾的 皇帝奖励般地亲吻着贤妃 你的处意 让朕放不下 皇后 让朕厌烦 好 很好 皇帝被撩拨的火气 将妩媚妖柔的贤妃就地正法 皇后请宫 皇后一个人 行单影纸地滴气垂泪 长乐公主在一旁 将温热的眷帕递给了皇后 母后 长乐 我好难过 您哭泣 您难过 父皇又看不见 也不会心疼你 长乐公主为皇后擦去了眼泪 又是心疼又是无奈 除了我心疼母后外 谁还会在意你 谁还会在意你 我也晓得 该给陛下打妃 不能让贤妃得意下去 可我不甘心 不甘心 只有我记得以前的事情 母后 皇后靠着长乐公主的肩头 眼泪是越流越多 长乐公主的双手扶住皇后的肩头 力声道 你能不能醒一醒 父皇不是皇子王爷 他是皇帝 大唐帝国的皇帝 你如果一直记得 以前他说过什么 做过什么保证 做过什么保证 那也太愚蠢了 长乐公主见皇后哭得眼睛红肿 缓了缓锋芒毕露的指责 若是母后有本事 女儿也愿意父皇独宠你一人 可您没有能力抓住父皇 若是太平时候 我也不说什么了 后宫有一定之规 只要母后还是皇后 父皇宠爱的妃子 是悦不过你 但是眼下 贤妃居心叵测 你虽养着七皇子 但他不是您亲生的 如何都算不上正经八百的嫡子 况且七皇子不如九皇子机灵 不如九皇子机灵 他比不过贤妃养大的九皇子 贤妃那个贱人 他骗了我 皇后怒不可遏 他长继出身 哪能养的好儿子 长乐公主道 母后您的成 母后您的承认 贤妃不仅有手段 还会教儿子 九皇子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 他才三岁呀 懂事机灵 该天真的时候天真 他很会讨父皇关心 而七皇帝 太莫娜老实 在父皇面前 他太紧张 太紧张 太紧张 太着急 越是急于表现 他越是失了分寸 这不是长老公主胡说 换个人也会更喜欢 机灵嘴甜 天真可爱的九皇子 父皇是断然不会以证 见他连话都说不出来的皇子 皇后听后哭泣道 儿子 我的儿子 你怎么舍得将娘撇下 就走了 如果有你在 娘就不会受这样的委屈 尝了公主的脸色 一下子变得惨白 她手臂无力地垂下来 听着皇后想念儿子的哭声 尝了公主的心都碎了 她再努力 再维护母后 都比不过皇兄 她也想让皇兄活着 当初该死的那个人 是她呀 如果太子皇兄活着 母后会不会过得比现在好 会不会念着夭折女儿的好 哪怕只有一点点 尝了公主抹了眼角 既然是她活着 她就不能眼看着母后 被贤妃取代 哪怕拼尽性命 也不能 太子哥哥 我一定会保护母后的 太后娘娘 已经存了放弃母后的心思 您不能再自怨自怜下去了 您即便深爱着父皇 想要独赚父皇 也得想想办法 才能做到你想要的 光是哭和骂贤妃有用吗 一旦太后娘娘又扶自己一位宠妃 你怎么办 太后 不是让宠妃同贤妃 打对台 皇后呜咽道 我在旁边坐手渔翁之力 不就是了 你好糊涂啊 常乐公主叹道 你怎么就没有想过 太后娘娘选妃喂的是什么 贤妃得宠不是一日两日 太后看贤妃不是眼 也不是一日两日 为何太后会在此时给父皇选妃 在三皇子病逝后 立刻给父皇选妃 你的意思是 太后 想要皇孙 娘 常乐公主跪在皇后面前 女儿求您好好想一想 您除了皇后位置外 还有什么 求您好好想一想 是皇后位置对您重要 还是父皇对您重要 您以后不能再全然依靠 新人太后娘娘了 以后的路 只能是女儿陪您一起走下去 你为什么要这么说 皇后拽不起常乐公主 迷茫地问道 太后娘娘 求的是皇孙 她不会想让别人 取代我的位置 她还是支持我的 嫡子名分 常乐公主苦涩一笑 九皇子很得父皇的心意 即使贤妃争处失败 父皇也不一定 就不疼九皇子了 新进宫的嫔妃 一旦生下皇子 到时候 您就得给他们这些 家族显赫的贵女 让位置 玉丽太子 心扯皇后 母后 任何好名声 也比不过嫡子的名分 皇后打了个寒颤 她咬着发白的嘴唇道 如此 本宫让他们 您可千万别这样做 谁都可以这样做 唯独您不可以 而且 也还得小心贤妃 以此陷害您 母后 您虽然是皇后 可也是活靶子 他们都在算计您 常乐公主被皇后吓了一跳 最重要的是 皇后质谋不足 陷于情爱之中 无法挣脱 皇后这样的女人 最容易被宠妃们利用 那我怎么办 怎么办 喜来之 则安之 常乐公主看出 皇后已经乱了 她不敢将计划说出来 况且 她也没有完整的计划 她安慰皇后 您的步步小心 您不能给贤妃他们 任何的机会把柄 娘 您要记得 除了女儿之外 谁的话也别信 包括太后娘娘 包括父皇 娘 您能明白吗 皇后倒在了 常乐公主怀里 呜呜痛哭 一国之母 三十五六岁的皇后 哭得像是个小孩子 常乐公主又是心酸 又是无奈 同时 也觉得肩膀上的担子很重 可再沉重的担子 他也得挑起来 燕国公回到了府邸 喜悦兴奋之情 溢于眼表 他大声命令 掌灯结财 修膳伏笛 明日 陛下会赐下 丹书铁券 我要重开 祠堂 说到此处 燕国公的眼角 湿润了 他总算是盼到了 丹书铁券 被重新供奉到 祠堂的这一日 老爷 燕国公夫人主动搀扶住摇摇欲坠的燕国公 你先别激动 妾身会安排好祭祖 安排好祭祖的事 燕国公被扶坐在椅子上 你呀 一定要准备妥当 这是燕国公府的头号大事啊 哎 老爷放心 切身亲自盯着 燕国公夫人将捧着的茶盏 递给燕国公 不过 要说头号大事 也不尽然 明日一早 是不是要将 世子爷请回来 主持祭祖 世子爷在外面长大 家里的亲戚都认不全呢 妾身也看出 陛下是看在世子爷的功劳上 才赐还的单书铁券 您是不是得让族里的人明白 世子爷如今才是燕国公府的继承人 别省得亲眷们想岔了 轻视了世子爷 若是闹出事来 岂不是博了亲眷们的情分 燕国公点头道 嗯 夫人说的是 明日啊 我亲自去找李明锐 他呀 也该到任足归宗的日子了 燕国公 燕国公一直不是很看重继妻 当年不是他受过继妻父亲的大恩 父亲的大恩 如今的燕国公夫人 根本无法嫁进燕国公府 他娘家的地位实在是太低了 他嫁进来后 总是同燕国公冷着 又没有生育 这燕国公便没有把他当回事 以为他是个没本事主持大局的人 可最近几日燕国公夫人的表现 颇为让燕国公意外 他行事稳妥 搭理后宅有条不紊 照顾燕国公又很细心体贴 甚至燕国公没有想到的事情 他都能想到 你 老爷有事 燕国公夫人恭顺谦和 对丈夫毕恭毕敬 唯命侍从 您请吩咐 燕国公压下了心底的疑惑 你也累了一日了 早些去歇息 明日还有得忙呢 切身不累 燕国公夫人 被燕国公端热水洗脚 并且亲自伺候他安置 他关切体贴的模样 让燕国公的心里很晕贴 但他们分房睡 已经有一段日子了 燕国公没有留他 此时 燕国公全靠着一口气撑着 他可没有心思 也没有体力 做点夫妻之间的事 听见燕国公夫人 离去的脚步声 燕国公越发觉得满意 他合眼道 你且放心 李明锐啊 不会不孝顺你的 走到了门口的燕国公夫人 俯了俯身体 切身明白 国公爷安置吧 林安静 请不吝点赞 你不关心